欢迎收看8月20号的财劫Squizzo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传出明天停刊消息的马来前锋报 在列入PN17公司一年之后 今天遭到大马股票交易所寄出停牌令 交易所表示 前锋报股票将在下礼拜三暂停交易 如果该公司礼拜二还是没有提出上诉 股票将在礼拜五正式除牌 而收到停刊停牌消息拖累 前锋报股价闭市时收在全天最低的七仙 总共走低四仙或者是百分之三十六 市值剩下775万利级 但无论如何 该报否认停刊 至今主席表示 从本周五起涨价五十仙 日前网上盛传 本地22间Giant和Cold Storage的关闭名单 对此消息 本地营运商大马GCH零售私人有限公司 作出回应 该公司表示 将继续长期投资大马市场 目前正在进行业务重组 以更好的满足本地顾客的需求保持竞争力 并且指出 近月将推出14家更新商店 郭令燦要私有化杨辉公司的行动宣告失败 在全购大市杨辉的计划当中 郭令燦持股权只从80.80% 提高至88.16% 意味着即使他将限购价 从每股五令吉五十仙 调高至五令吉八十仙 以及延长全购期限 但依然无法达到90%持股权门槛 因此他要将大石杨辉私有化除牌的计划 也宣告泡汤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